養魚要會觀察 比如說現在這樣 那我們就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魚 有問題 不會動還是怎樣 浮水麵的也要注意 我們現在先看這一隻浮水麵的 然後 層底的就要小心 然後整體的看要看他的呼吸 像這隻魚呼吸就有點快有點喘 有在生蛋耶 底下他白白的就是蛋 看得到嗎 白色那一顆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蛋 然後我們餵 有時候看魚的反應就這樣子 比如說你撒個一把飼料 我剛剛說在水麵那一隻是這一隻 哇他被人家撞咧 他要下去吃這次先把他撞走咧 幹有這樣玩的嗎 先看他有沒有吃 有他有去吃 然後看 糟糕了 這隻就不會吃了 而且其實我大概一眼就看出來 你看他肚子異常的大 他有沒有要油過去吃 有了有了有他也是想要吃 有他這個肚子太大了 這個季節有在生蛋嘛 所以就是 有時候看到肚子比較大的 魚我們就是會檢查一下 他還會吃啦 可是這肚子 太怪了 抱卵齁 也沒有這麼大的肚子 還有這隻 這隻肚子也有點大 那有時候我們會這樣做就是說 我這個可能重複啦 去年也有講到一樣的事情齁 但是季節到了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稍微輕輕的推一下 像這個也有塞車 有時候你看 他推出來的 正常來講推出來是黃色的蛋 這個蛋推出來是白的 就是那個蛋其實已經是壞了 壞死了 就是這個魚有點點卡蛋 但是這個還推得出來 所以這一隻等一下試著給他推推看 就是 我剛剛推的蛋在這裡飄 那是死蛋 我跟你講 死的蛋齁 你看 死的蛋你把它抬起來了 死的蛋不會黏 正常的蛋有黏著性 下去就黏住了 好 那剛剛 卡的肚子很大這一隻 其實這個力道要拿捏喔 像我其實只是輕輕的而已 你看完全推不出來 像這個稍微你推這樣子試著 你看我從上面 從兩個 腹脊中間 往後推 他完全都不會出來有沒有 我看有沒有在噴水 有有有有有有 有沒有 他有在噴水 那個是附水 所以這個還OK 如果完全卡住都不會動那種 你不能硬推 推完那一隻魚 當天晚上就死了 像這一隻現在是 他有附水 剛剛推出來的水 你看有雲霧狀 那個 那個其實有濃度啦 就是體液 腹腔可能積水還是怎樣 所以這隻我們給他推一推 還有剛剛我說的那一隻 你看我剛剛推完他現在躲到後面去了 其實那個肚子也有問題 他也是脹的不太舒服 但他還會有閃躲反應 這隻就比較躲不了 這兩隻我等一下一起推推拿去樓上 用一個一百公升的魚缸 然後 下個千分之三的鹽巴跟細菌消炎樣跟體內蟲 一起下 像現在這個時候 重點其實是消炎 體內蟲的瘋熱 這樣就是消炎 鹽巴其實是 等滲透壓而已 千分之三是等滲透壓 讓他肚子裡面的體液比較容易排出來 齁 重點我告訴你 就加到這裡 所以這一缸大概就是 這一隻也有一點大 但是他 就還好 就還推不出來 就是有的肚子你看 摸起來軟軟的 這個 那是掛著一條大便 摸起來軟軟的那個 他就是軟力還沒有成熟 這個季節比較容易這樣子 容易因為要 我鏡頭怎麼縮小說不了 因為要有爆軟 就容易有一些 就是體內疾病 適度處理就比較快 有的客人會怕這樣 他就全部他說 等剛都要買公魚 但是我告訴你 母魚下蛋 汙染的水質還好 其實 水面很多泡泡什麼那些是公魚的 公魚的金啦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有的人 整缸都是公魚 但是他可能有一隻是母魚 他不知道 到時候整缸的公魚 一起追 一起發情 最後那隻母魚一起排金的話 反而那種水質的汙染更可怕 有的時候 翻水 倒缸是這樣倒的 反正就是多注意啦 這個季節就這樣 那你像這邊的 這一缸的看一看就比較沒有什麼 什麼過度擺光 就比較沒有 好了好了 我沒有 沒有點那個對焦 這一缸的就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就這一隻而已 但是這一隻 這樣看起來也還好 所以這一缸就沒有什麼問題 他這一缸就是注意 這一隻也是有一點點 會趴底啦 有的藍獸會趴底但是 沒有啊沒問題 他還把吃的吐出來 等一下處理這兩隻 這一隻跟這一隻 拿上去下藥 極限摸救啦 你沒辦法救 沒機會 拜拜